2005年那一年我從公職退休 那我退休以後你知道 還沒有退休以前 其實我一直認為 我應該可以做到幾歲 我要做到借領退休 我認為提早退休是做什麼 是等死 有兩個字很簡單 可是我退休以後你知道 我那個想要退休的時候 我想到一個問題 我每天要蔡市場 那每天去蔡市場幹什麼 對不起 我把你誤認為另外一個人 抱歉啊 因為你看你一樣都姓陳嘛 對不對 所以我把你這個 代嫁你啊 把你說的嫁人 不過我跟你講如果能夠嫁一個 像這樣的男生也應該還可以 雖然沒有很辦 那 那 我做這個工作是什麼 那時候一直想 要回饋社會 那我退休的時候呢 我是受 芬蘭宋作者 西北流氏的影響 那受他影響的時候 就怎樣 要 但是你要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有很多事情啊 不是我們想要做就可以做得到的 你知道 那我一直就想我要回饋社會 要回饋社會 到底是怎麼樣去回饋社會 那 有一天 486的 成員廠 他就跟我講 老師你可以不會幫我們 攝影社的朋友 導覽 我心裡是想 這個導覽應該會有錢 非常高興 那非常高興的情況就是答應啦 那可是答應完了以後 在和他聊幾句的時候 他告訴我 沒錢 我跟你講 那個心是 蛋糕糊塗 那 那導覽怎麼辦呢 心裡就想 反正 就是我幫他導覽一次 就結束了 那 一次完也 沒有損失多少 那 沒有想到 導覽完 導覽的時候 有了一些社會家 他就這樣 他拍得很好 他就上 那 一張 一掉一這四個字 就開始把這個活動 當做個人的志願 那 做這個活動 你知道 最初 我跟大家報告 你想 做這個活動 最辛苦的是什麼 有這麼多人參加 我跟大家報告 我準時出現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要有人來 那是 那是比登天還難 這個活動 從2005年的10月開始 每一個月 準時出發 到現在 除了過 春節以外 沒有停過一次 其中有一次 只有一個人 那個人來自哪裡 來自台中 你說我要不要帶他走完 別人都是要 自己的時候要不要 那個時候是很掙扎的 你知道 我們要講人性 比如說這幾天 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內湖那一個 鵝利桑 他把幾百萬的錢 帶回家 您就要去想想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處理 當我們自己 沒有辦法做得比人家更好的時候 是不是 要給他那麼大的壓力 我跟你講那個男 那個人喔 活不久了啦 可憐 嗯